高云祥与董璇两人平日是很恩爱的夫妻,董璇一直都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,而高云祥的颜值也很高,女神也算是没有嫁错人。 然而高云祥暗箭衣出瞬间好男人形象崩塌,然而作为妻子的董璇没有哭闹,反而是竭尽全力,得去为高云祥争取保释,如今一家三口终于可以团聚,但是董璇的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,在监狱里待过的高云祥头发也剪成了光头,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帅气,而且说雨后还与友人和影。 然而细心的网友发现,高云祥的双腿上有许多的伤痕,与以前男神的形象实在是相差甚远,本来案件中的王晶与女子的关系是很暧昧的,然而女子却把高云祥也牵扯进来了,最关键的是在房间的枕头套上面,还验出了高云祥的DNA。 董璇曾经在节目中说过高云祥是一个有洁癖的人,睡觉手机都不带上床了,如今却把自己的不明液体随意弄床上,这像是有高度洁癖的人做出的事情吗? 不得不说有时候明星说出来,他的话真的不能全信,就比如范丁丁说,自己一天敷面膜好几片,正常人的脸也是与明星的脸比不了的呀,大家说呢。